在中国人的服饰里 电蓝是一种最古老的颜色 它源自原野植物 更源自人类对美的追求与探索 从我小时候技术开始 我的奶奶 外婆 妈妈就开始染布 经常用一个白色的布料 放在我家里 在染缸里面一浸 然后拿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蓝色的布料 之后我的妈妈就会用这块布料 给我们做对筋衣穿 那时候我对颜色没什么概念 我记得我们家1996年的时候 还在染布 时隔20年 风灿在云南旅游时 再次看到熟悉的电蓝 心头涌起亲切的记忆 从此蓝染这粒种子 在她的内心落定生根 我在云南学习扎染 在贵州学习腊染 我的师父便是飞衣传承人 因为成小接触 这种技能就像长在身体里一样 什么东西我一看就会 2020年 静岗古镇 静守光阴的木屋青瓦石桥柳象 令冯灿为之惊喜 选择在此扎根 对于飞移传承 有人选择坚守传统 守护她最原始的气息 不受时间轻染 冯灿则从深深的电缆中 看到更为广阔的蓝天白云 看到蓝色的灵动与奇幻 她反复实验去窥探布料 时间与电缆三指的秘密关系 她尝试越过扎染与蓝染的边界 让古老的手艺互为养料 她想让电缆时隔千年后 如玉春宫枝繁叶茂 绽放出本属于她的特别的绚烂 这是一件新中式的衣服 然后我们采用了蓝染和扎染的结合 让她在这件衣服上 体现不同的美 冯灿找到了电缆的24种可能 她的作品获得多项创新大奖 虽然疫情期间有颗量萎缩 她的蓝染作品 却在靖岗古镇独自蓬勃 蔓延至生活的各个角落 从女生的青丝指尖 到孩子的童趣玩偶 从春季的一把雨伞 到夏日的一把凉扇 从白天到黑夜 从日常到浪漫 最近我完成的一幅清明上后图 有16米 经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我没有考虑外界的因素 因为我就是喜欢辣化 喜欢男人 我做着奶奶 外婆做的事 我还有很多想法 希望能走得更远 更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